19年的时候通过空姐朋友 买了一只罗伊威的几何包 空姐也是通过机帐拿到这个包的 过了三年 大哥不太放心 想让我帮忙看一下 你们猜一下这个包是真的还是假的 鉴定对吧 对啊 2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小人带了一个包 19年好像看到你的视频 好像感觉不大对 在哪里买的 西班牙 你自己带过来 不是不是 我叫那个飞行员大的 这个包 这个啊 这是罗伊威的 什么时候带的 19年 19年的时候 那你今天才拿过来去 不是三年疫情吗 对啊 19年疫情 对 19年下半年带的 那你现在如果假的 你感觉你能找到他吧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对吧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了 字体不大对啊 你说那个欧不是那个鞋的嘛 那你花了多少钱 一万出头 一万零三百我记得 当时是新包还是二手包 新包 黄生带城都有 哦 你的猜测是对的 我们先看这个油边嘛 油边怎么会涂的一塌糊涂了 你看一下 嗯 边角对吧 嗯 都溢出来了 溢成这样子了 你说这种做工能打标 不打标的对吧 包括这个欧 我之前在视频讲过 对吧 欧一定要是往这个方向去斜的 它是垂直往下的 对吧 嗯 字体不对的 完全不对 还有拉链 我之前说的 这种拉链 如果呈镜面反射的状态 是有问题的 一定要成磨砂喷雾状的 那种拉链是不是跟镜子一样能反光了对吧 包括这个铸造线 它虽然有 但是不是很明显 正品呢 是要很明显的 我拿个正品的LV给你看一下 因为这种拉链的厂商都是差不多的 嗯 你看一下你就有底了 第一个铸造线很明显 第二个它的面是不是有一种哑光磨砂状对吧 哑光的状态对吧 五金也是很粗糙啊 金属堆积 金属堆积水波纹堆积起来 凹凸不平做工 积极粗糙 这种就是小厂做出来 你这个包其实是敌方中的敌方 一言讲 是吧 好吧 当中有一个故 就是我认识的这个人是空姐 随后和我关系很好的 他叫他关系好的飞行员去带的 隔了一手了 对 那也很难解释了 已经昨天我和他说了 他已经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他说他摔的卡 这样的 那你就自己跟他讲嘛 他们反正知道怎么个回事嘛 对吧 谢谢 再见